再带您来看到的是香港电视网络 是未获得免费电视牌照 主席王维基昨日也是首度开枪 来抨击政府的处事手法 那么商务级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 今天也是就再度重申 发牌过程是符合程序公益的 香港电视网络未能获得免费电视牌照 港市的员工连日来在政府总部门外留守抗议 港市主席王维基周二表示 已经决定提请司法复合 并首度开枪抨击政府在处理发牌程序时 单方面更改游戏规则 由三个免费电视牌照改为只发两个 而且不允许申请人修改申请书 事不按程序办事 你现在告诉我你改变游戏规则 但是你完全没有机会给我去改变我的计划书 不让我增加或者减少我的投资 不让我增加或者减少我的频道 说你就说是给我回应 但是白纸黑纸写得很清楚 在政府给我们的封信里面 说明是不准我们 作出建议书的任何修改 如果我们作出有思考的修改 它都会当是一份新的计划书的处理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晴良回应时就重申 发牌过程符合程序公益 至于不允许修改申请书 是为了确保公平和加快处理发牌的时间 基于一个公平的原则 在咨询申述这个过程里面 是不可以修改它那个申请料 也都是大家如果想一下 如果一个申请是一路修改内容的时候 我们的处理会去到何时呢 被问到会否辞职 他就说自己和相关同事已经尽力处理事件 没有理由要辞职 亚太第一位市记者刘正会报道